当然这场辩论会 其实外界真的都很关注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表现 其实关乎着中间选民 会将手中的票要投给谁 想赢就要拿中间选民的选票 对吧 目前来看到 蓝绿白阵营的战略也曝光了 蒋万恩的部分 他是请议了豪市府的团队 主攻市政 而且他要主打防疫政策 还有北市府的缺失 另外呢 陈时中的部分 据说他的智囊团超厉害 是总统级的智囊团 而且这几天 这个阿中呢 他是闭关来特训了 他也会主动 他的防疫政策 还有抗中保台 都是他的闭考题 另外呢 在黄珊珊的部分 等一下 这个陈时中的部分 除了闭考题之外 你知道他的阵营 已经开始打预防针了吗 他的阵营呢 他说辩论 对陈时中比较吃亏 所以其实他们对陈时中来说 有一点点小小的紧张 那黄珊珊的部分 其实他是最熟悉台北市的市政了 包括他现在是副市长 然后他之前也担任过 相当多年的一个立委 还有议员的一个角色 所以黄珊珊对市政是最熟悉的 那黄珊珊请来的是宋楚瑜的这个文胆 加入他的智囊团 而且呢 刚刚特别提到 他非常熟悉北市府的市政政策 因此他补强的部分是交叉结问的一个部分了 到底谁的表现真的很重要 这场电视辩论会影响到中间选民的好感度 要把票投给谁 蓝绿白都想赢 但蓝绿白可能都没有十足的把握 好 目前这场这个辩论呢 两点要登场了 好 刚才看到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智囊团嘛 进行沙盘推演 到底谁会赢呢 我们一起来看 台北市长选战萨嘎都激战 唯一一场辩论会5号下午登场 讲万安辩论前继续帮小鸡站台 谢谢啊 谢谢 谢谢啊 辩论会这一周原本要保密30年的高端疫苗售假 一期间解密公布 还有高端EUA补件审查两天火速通过 都被执疑是在替陈时中解套 也让讲万安团队修改辩论攻略 前天中午跟昨天晚上有跟讲万安谈一下 他准备的已经很充分了 高端是重点之一是 为服务啊 陈时中他们的变动 题目会变动 辩论会三位参选人向前冲 讲万安这周每天特训超过10个小时 军事阵容也曝光 胡志强 郝龙斌两位前六都市长 齐聚蒋万安竞选办公室 还有政大教授余正皇 也来替蒋万安为蓝绿白交锋杀盘推演 蒋万安阵容还有党内的徐晓星 洪梦凯以及学者游子祥 模拟答辩 另外找来中广董事长赵绍康 协助政治提供防 加强仪态口条的训练 陈时中则有总统级的智囊团 而黄珊珊则是由宋楚瑜的文胆 吴昆玉协助特训 根据最新民调 蒋万安37%领先 陈时中有27% 黄珊珊则是21 但有15%的选民还没表态 预料高端疫苗双城论坛 将成这一次辩论的攻防焦点 唯一一场辩论会被视为胜负关键 考验三位参选人的智慧 记者黄明君 王志恩台北采访报道 但是就这么刚好 在这场辩论会之前 高端疫苗被视为是陈时中的致命弱点 似乎是被解套了 有没有解套 其实看你信不信 主要是高端疫苗 它是压线不见 之前本来说他EUA要到齐了 但是他在10月28号的时候压线不见 那么当然薛瑞源 他说审查年底会出炉 但后来又改口说不确定 食药署的署长 他也表示 他说会议时间未定 但没有想到就在11月3号 晚间八点绿媒报道了 专家通过高端这个保护力审查 而且是14比0一致通过 整个事件呢 来看到 舒玉峰认为 哇高端尽忠职守在保护阿中 而且他认为难道不给高端EUA就收不过去吗 前立委沈富雄他也强调了 他认为天哪 这个保护力报告是靠投票来决定的 有这么荒唐的事吗 高端争议不断 随着投票日越来越近 近期却动作频频 因为效力不被国外承认 导致富人民众要自己承担PCR费用 但高端却马上宣布会帮忙买单 随后又在效力报告不见期限 到期前压陷佼佼 本来要封存30年的高端疫苗价格 更在31号深夜突然公布 指挥中心就宣布 14名不具名的专家一致投票通过 高端具有效力 至此高端的EUA不会被撤销 以期合成全敢在辩论会登场前完成 各界都痛骂 这难道是在排除障碍 帮陈时中解套 他们就是怕今天的辩论 所以赶快给他通过 让你们没话讲 这完全是一样演戏 完全是这个配搭配好的 怎么可以由魏附附 帮陈时中住选住到这种地步 这是令人觉得很恶心 不论他的超高购买价格 以及缺乏保护力这两项事实 担心这个会影响到 他们未来的选情 就使出了微微救灶的方法 帮助这个艾徒解围 柯文哲也炮红高端 从去年党BNT到政府 一路护航高端 就像是在发国难财 疫苗政策真的乱七八糟 一开始是没买 后来是护航高端 阻挡BNT 搞到后面这样股票的那种操作 高端是一个不好的标志 柯文哲也在哄陈时中 政治思考早就凌驾医学专业 疫苗分配过程当中 太多政治的那种小动作 陈时中当主管那一段期间 这典型的政治凌驾专业 这是不好的示范 国产疫苗争议不断 就算政府挂保证有效 也不知有多少百姓相信 记者西红路市国豪 SNG小组台北报道 另外今天刚刚特别提到了 唯一一场电视辩论会 马上不到一个小时 下午两点要登场了 三场鼎立 可以预期场内将战况 胶着激烈 但在此之前 有民众前往了辩论会的现场 抗议高喊政治人物要线守承诺 要有法治观念 保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最新情况 要有法治观念 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因为我们这些年来 我们深深的感觉到 我们住室住行 没有发言的机会 就像我现在我要表达 我们台湾民众的愿意 竟然我们没有发现的机会 而这名抗议民众 是立刻被场边的保全带走了 他很眼熟 你有发现吗 他就是之前七月的时候 连续三天出现在 陈时中拜票行程的 自救会的男子 他叫做陈国荣 时隔三个多月 他再度出现在陈时中的场合 也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政治消息真的 大家都来关注这场 众所瞩目的台北市长 唯一一场选前的电视辩论会 等一会不到一个小时 下午两点就要登场了 三位候选人呢 这个蒋万安 陈时中黄珊珊也将首次正面交锋 那为什么这场辩论会这么重要 因为每一个候选人的表现 很有可能会直接影响中间选民的一个选择 到底要把票投给谁呢 而这几天每一个候选人 他们都是在闭关练习的 好 尤其 好 我们来看到了 我先带你来看一个最新民调好吗 来看到是最新民调 汇流新闻网所做的 如果明天就是投票日 你会投给谁呢 好 数据上看出来 蒋万安32.4%是第一名 黄珊珊26.2%第二名 陈时中是23.2%是第三名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 你最不支持谁当台北市长呢 好 陈时中高达46.2%的人 最不支持她当台北市长 那黄珊珊呢 她是看起来是迎面比较大 因为她得到的这个票数 只有6.2% 所以显现啦 可能很多人希望黄珊珊能够当 那么蒋万安是20.45%的人 是不希望她来当台北市长的 那当然啦 等一会儿的辩论呢 现在呢 各自的攻防战也出来了 包括了 来看到蒋万安 她是由赵少康亲自来调教的 据说她会聚焦防疫的政策 来主打台北市政的缺失 陈时中呢 则是请来总统级的 来替她集训 姚仁多林景昌 来协助指导她 那么 她的幕僚啦 已经先打了这个 先打了预防针 她说其实他们替阿忠有点小紧张 而且还说 这陈时中是以礼服人 辩论这样的游戏规则 陈时中会比较吃亏一点 这是吴思瑶说的 那黄珊珊的部分呢 那传出了黄珊珊因为是最熟悉市政的人嘛 她会定调以反映人民新生为主轴 那个服予政策论述 将穿着白色的套装来应战 好那黄珊珊在辩论之前 柯文哲还送给她了一根这个完整的甘蔗 希望她预祝她的选情如刀吃甘蔗 越走越顺 那这整个这个到底谁会赢 我们来看到其他人的分析 是李德韦他分析 他说目前看起来 蒋万安跟陈时中都不是那种炮火猛烈的个性 所以他认为这场电视辩论火花不大 反而是黄珊珊将猛攻高端EUA的争议 来巩固年轻人的选票 他也警告了陈时中说 陈时中你要小心哦 知识媒体人杨宪宏他认为 他则是认为就是蒋万安陈时中 要小心被黄珊珊来修理了 因为从过去呢 这个蒋万安陈时中谈市政的经验 最后都会被黄珊珊回击到不敢讲话 而且他认为这回辩论 也许他们会想用蓝绿对决的方式 把黄珊珊边缘化挤掉了 好这是专家的一个分析 但目前看起来嘛 这个辩论会前夕高端争议动作不断 先是宣布埋单高端战士出国到日本的自费 PCR的费用 好另外还有我们的食药署连夜公布了 高端的这个14比0 一致认为高端具有保护力 蓝营炮轰这么做 其实就是在救陈时中的选情啊 为什么那么积极的在前天EUA给他通过 你记得吗 他们当时讲说高端补件来以后 他们需要一个月来审查 记得吗 那他们现在关起门来 也不告诉我们是拿14 拿15个委员 因为一个主席14个委员 然后表决居然以14比0通过 实在太难看了啦 共产国家表决也都不敢说都是 都要比0 都要至少假装搞个一两个 有不同意见嘛 他们一定怕陈时中在辩论 被对手结问 所以干脆就一步做一步修 就给你通过算了啦 当然是配合 当然是配合陈时中嘛 但是你想一个国家的卫福部 一个国家的食药署 能够因为陈时中选举 这样的来配合吗 可以这么难看吗 不是呼啵大众 欺骗大众吗 这很可恶啦 而且很无聊 而且很恶心 这一次的高端 可以说完全剧本都写好 先要把所谓高端战事 不能够去日本的这个问题 他先就这个 做PCR的费用买单 然后接下来呢 又有卫福部前后任的部长 密会商议起所有的这个流程 想要在短时间内快速的止血 但是我必须在这里讲 我要大胆预测 高端的动作越多 民进党的动作越多 其实对陈时中的选情越不利 用句难听的话 如果大家是白打 不管他今天就算免费 大家也不要打 更何况今天是还要800多块 那你今天到底有效没效 这才是关键重点 为什么我们今天打到高端 还不能出国 打到高端还要重打 那我想这才是关键 而现在呢三位的候选人 蒋万安 陈时中 黄珊珊 已经抵达现场了 最新我们请陈佑来告诉我们 珊珊 蒋万安以及陈时中 他们是先后进场 黄珊珊今天是穿着全套白色的西装 而且鞋子也特别挑白色的 因为他说呢 他的主视觉就是以白色为主 而至于蒋万安和陈时中 两个人都是穿着深蓝色的西装 那么蒋万安就说呢 这套西装是他老婆特别帮他挑选的 而至于陈时中的蓝色西装 在今天上面也特别了 别了一个徽章 那说他这个是民主要挺十八的徽章 也是把他别在身上 当然呢 三个人今天共同同台较劲 其实外界也都非常关心 是不是一样在疫苗 高端疫苗的采购上面 恐怕也是辩论的热点 尤其现在高端似乎是在辩论会之前 写出了一套剧本 居然价格也公开了 补件资料也送审了 专家会议也非常快的 就把这个审查的结果出炉了 因此这件事情 怎么会在辩论会前夕 高端这么样 高效率这么样大动作呢 那么对此 黄珊珊也有了最新回应 我们来听一段稍早的访问 其实我准备 大概就准备几天 那之前其实平常 对市政也还蛮熟悉的 我想经过这么多 时间的参选的过程 应该大家都有了很多的心理准备 所以没有特别紧张的感觉 跟平常去议会差不多 我想还是会聚焦在市政的问题 因为对台北市民来说 我想大家关心的还是 城市未来的计划 还有现在的问题怎么解决 我想还是以市政的问题来聚焦 疫苗的采购跟相关分配 小动作不只是小动作 甚至连辩论前都还有 马上通过EO的这个小动作 更明显了 经过一定的审查 当然可能希望他在辩论会之前 来插掉这个炸弹 我想也是因为这次的选情 对他的影响很大 台湾人民应该没有办法原谅 到现在为止 疫苗要封存30年相关的资讯 第二个打了100万人的高端疫苗 你现在怎么跟大家解释 对于他们的身体健康 才是真的问题的开始 好我们可以看到 讲完他是 黄先生他是特别针对 这个高端一连串的剧本 他是说这也不只是一个小动作而已 因为他认为这应该是 对民进党的选情不利 对陈生中的选情不利 所以才会有这一连串的动作 当然稍早媒体在问到陈生中的时候 也特别问他会不会觉得这一次会被蓝 白一起夹工呢 他说感觉上一定是会的 而且是非常直接了断地讲出这句话来 所以很明显很显然 陈生中也知道在疫苗采购上面 绝对也是这一次辩论会上面的攻防焦点 那当然他还是说这个疫苗采购的审查上面绝对都是专业的 而除了在疫苗采购部分 还有包含了大巨蛋的公安 甚至是两岸的议题 种种的应该都会成为稍待会的辩论的焦点 而至于在讲完的部分 他则是说他今天是以平常心的来面对 稍待会两点钟的时候 这个辩论就会登场 那么第一个阶段主要是进行深论 那在深论的这个部分 并不会特别的有这些候选人回答的环节 主要就是希望把这些证件能够深论清楚 那深论的顺序会是从讲完安先开始 接着是陈时中和黄珊珊 之后会进行交叉结问 媒体提问以及结论的部分 那么下午两点钟就会进行整个辩论 那么中天新闻的团队也都会全程为各位进行直播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的最新状况 台北市长选前唯一一场电视辩论会 不到20分钟等一会下午两点钟就要登场了 中间新闻会全程直播 而目前呢国民党的候选人蒋万安 他也抵达了现场 他是身穿蓝色西装白衬衫蓝领带来现身 那么蒋万安表示了领带是太太特地挑选的 而他的太太呢因为怀孕 然后呢不方便现身辩论会替他加油打气 那同时呢蒋万安表示了 在辩论会前他做了很多的演练 至于外界关注的是他在这个辩论会前夕 在脸书贴出了一段纪念 因为劝说民众戴口罩而遇刺罹难的电源 蔡文豪的影片引发陈时中阵营的不满 那么今天呢蒋万安忍不住 虽然陈时中到底是有多害怕想起这个电源呢 今天很期待这场辩论会哦 因为希望藉由这个机会 可以把我对台北市政拨化的愿景 很清楚的向市民朋友报告 同样也可以向另外两位候选人 交换市政的想法 那我想今天辩论会 这一周我也把握空档 积极的准备 跟团队做了很多的演练 那有紧张的感觉吗 我想平常心 那今天的服装有没有特别搭配 或是有没有带一些什么新链小物在身上的服装 这就是我平常的穿着 那比较特别是这条领带是太太特别帮我挑选 她认为在镜头上会看起来比较有精神 太太因为她还怀有身孕 所以比较不方便 那她当然在出门前特别给我加油 大儿子得力特别给我一个身身紧紧的拥抱 两周前我碰到了遇刺身亡的超商店员蔡文豪 她的姐姐 我给她姐姐一个拥抱 那姐姐其实心还是很痛很难过 所以希望透过影片 让大家可以纪念这位防疫英雄 那陈时中阵影看到影片就跳脚 在新闻稿中也没有提到蔡文豪的名字 到底是有多害怕想起蔡文豪 好参加辩论会的三位候选人都已经来到了现场了 其中呢民进党台北市长的候选人陈时中 他是三个人当中最后一个抵达的 那他跟这个蒋湾一样 同时都是穿上了这个深蓝色的西装跟白衬衫 只是呢陈时中他的领带是银灰色的 面对这个辩论会 陈时中他表示了当然会紧张 而且他预言会被蓝白夹杀 那对于高端疫苗等议题 那陈时中他表示了 相信各类议题自有公论 有遇到任何问题 他说他都会诚心诚意来回答 我想围绕的议题 一定是有相当的一个广泛 那不过 我相信各类的议题自有公论 那我也都有问到任何问题 我都是诚心诚意的来回答 我想高端的一个审查 那是食药署的一个审查 那有根据的相关的专业 相关的数字 一定的逻辑 科学的证据 那我想我们要相信专业 经常这晚上睡不着觉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 茶氨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 折扣码 CTI 717 若于帮你来打折